好那我們就開始上昨天的部分 昨天整節課就是在一開始昨天我們複習了大氣壓 上禮拜五我們是複習了水壓 然後我們有得到水壓什麼算壓力 然後現在就是昨天我們就複習了大氣壓 接下來就是我們有找到把那個大氣壓的數值算出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複習了理想氣體方程 這個化學課有學過 但是我們會用物理的角度去複習它 然後我們也介紹了絕對文標 就是克爾文的-273.15度C 攝氏-273.15 那那是因為實驗的結果發現說 你如果把那些體積的壓力的線 壓力水的溫度上升的線做反向延伸 那它會是跟那個X軸也就是溫度 是相交於-273.15 那你如果把攝氏度的0 把它的0點換成那個-273.15 這樣的話你的壓力和溫度就可以是通過原點的直線 那通過原點的直線就可以寫成成正比 那這樣就會比較好表達 所以這些給呂薩克壓力跟temperature溫度成正比 這些溫度都是用克爾文的 查理定律也是克爾文的 那昨天我們下課之前有介紹實驗器材 這個東西叫做定容氣體溫度計 那它比較可能在化學課比較沒有強調 那它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昨天雖然有提到 但是那時候下課很趕 所以我們這邊再稍微講解一下 我發現老師派一個作業叫做測溫計的製作 對不對 有嗎 有 那怎麼還沒有人教 這個是作業 你們有沒有看那個小朋友做 你不一定要照他的方式 不一定要照他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想辦法 既然那個小朋友都做出來了 應該各位的 我退學對不起 各位的年紀應該是他的兩倍吧 那個小朋友應該制裁國小 對啊 是不是跟那個一樣就好了嗎 他那個還比較複雜一點 你不一定要那麼複雜 你只要做出一個東西 可以感受得到溫度的變化 而且是客觀的 就是說A同學看 他真的是有偵測到溫度的差異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能說我覺得他有 然後別人看 看不出來 這樣子就不太帥 這樣各位了解嗎 就是有什麼問題就直接問啊 你就做一個只要看得出溫度差異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不一定要給他上科度 上科度有時候你要比較精準的測量 但是我們只是要看出溫度的差異 那你就不一定要上科度 就只是一個測溫計 不是溫度計 那溫度計像這個定容氣體溫度計 所以他這裡就會有氣體 一團氣體 然後他這邊會有可以測量壓力的裝置 我好像昨天這個畫的太上面了 畫下面一點會比較方便 這個也有影片 這個我也有放在Google卡 有人家的操作影片 你也可以去看 也是在我們的4G 的部分 那基本上他一開始裡面會有水銀 或是液體 其實只要是液體這樣就可以 他只是要把這個氣體封住 封住在這個容器內 然後我們已經有學過說 你可以用液體的壓力 來看說 他的氣體壓力 他這裡是有開口的 那一開始他會把它調整到兩邊一樣高 兩邊的液體一樣高就代表說兩邊的壓力是一樣的 就兩邊的液體的重量壓下去 壓力其實是這裡還要再加上大氣壓嘛 因為這裡是開口 所以大氣壓會壓在這個液體上 然後液體還有本身的重量 對還會壓下去 如果兩邊壓力一樣代表說這裡面的氣壓 就等於一大氣壓 因為這個氣壓加液體的重量 就等於這裡氣壓加液體的重量 可是如果你把它拿去加熱 比如說你看那個影片 我們郭卡士文分享的這個的操作影片 他把它放到進到熱水裡面 那進到熱水裡面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裡面的氣體就會膨脹 那膨脹之後壓力會增加 因為它是 這個定容 然後溫度增加以後壓力會上升 那它就會壓得更大力 就把這個水壓下來 那壓下來以後可能水影到了 變成這樣子 壓下來以後變成這樣 那這邊的話水影就會被擠上去 我就會被擠上去 那你這樣的話它就會有一個差異在 它就有一個高度差 可是這時候還沒有結束 因為它壓下去的時候 其實整個體積會已經擴大了 那要做的就是你這邊在加壓 那你這邊再加壓就可以把它壓回去 那你這邊加壓的話就可以變成 我再畫一次加壓以後的樣子 就 這一個管子畫在這 到這隻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 你让它的水面再变回来这么高 就让它回去 那怎么让它回去 就是你这里压力要跟这里一样大 所以你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你灌水淫进去 另外一种是把这边直接排高也可以 那最后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这样子 外面这边空气 外面的空气还是一大气压 可是因为里面的空气压力已经变大了 里面的空气压力已经变大 我们给它一些编号 这样比较不会搞混 里面的压力已经变大了 所以外面的大气压必须还要再加上 必须还要再加上这一段 这样子的水淫的重量造成的压力 还可以跟里面的气压一样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测出来 测出这个里面现在里面的现在的气压 这样子 那去做实验 去做实验就会发现说 你的温度和压力就会成正比 这样子 那知道这件事以后 你以后就可以去量压力去当做你的温度 这个东西是很准的 如果你要做精细 非常精细的温度测量 我们用的不是液体温度计 那也不是那个热辐射 而是利用气体的热胀的缩 那定容 要定容 这样然后利用给里萨克定律 就可以去测温度 因为气体它很敏感 它只要温度变化一点点 它膨胀很多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个很精准的 精确的测量 这个是定容 定容 就是这样 V圈前就是定容 那定压的话可以这样做 就是查理 查理定律的话 它可以这样实验 其实这个东西 仔细听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做一个 室温器 或者说测温计 接下来 你就要好好听了 这个 这个其实就跟那个小朋友 那个影片中的小朋友 做的有点类似 不过那个影片中啊 那个小朋友 他讲解原理的时候 你去判断看看 他讲的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要直接告诉各位 他哪里 可能讲的不太准确 那就让各位自己 在你的作品说明 里面去思考 和彼此 好 我們只要準備一個容器 然後裡面也是有氣體GV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定壓 那怎麼定壓其實還蠻簡單的 如果你沒有要很精準的話 你只要中間這裡 這個管子可能是一個吸管之類的 那各位可能有經驗說吸管有時候裡面會卡水珠 我卡了一個水珠 一小段水 這樣的話就跟外界隔絕了 這樣的話就跟外界隔絕了 然後我是說體積 裡面的體積跟外面分開 然後當你把它拿去加熱的時候 那裡面的體積受熱膨脹 受熱膨脹會把這個水一小段水往上推 所以這小段水可能會跑到上面去 這樣它可能會跑到上面去 它可是這個水 它上面一直都是一大氣壓 因為它開口 所以水的上面一直都是一大氣壓 它就是定壓 所以這樣就是定壓的氣體溫度計 它是不是你加熱 你看到它這個水珠往上跑 它就是一個溫度 可以展現說它真的是溫度有升高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明顯的提示 告訴各位說 你要怎麼去做這個測溫劑的作業 應該不會很難吧 或者確定同學還有在聽 如果你覺得很難 就回答很難 如果你覺得不會就回答不會 或是你有任何其他的話要說 你就可以說 那你這樣就是定壓 定壓就是大氣壓固定 然後這個溫度上升體積上升 那就是在驗證查理定律 那麼可是這種溫度計不準 因為各位知道 每天的大氣壓力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每天的這個 每天氣壓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定壓 雖然它在擴張的過程中是定壓 但是每一天的氣壓不一樣的話 你如果放隔天 它說不定因為壓力變小 溫度不變壓力變小 這個水珠自己跑上去 所以 所以說這個不是非常的準 所以你在網路上如果查溫度計 要準的都是這種 這種就比較沒有 好那最後昨天剩下一位 剩下一位叫做雅佛家絕 雅佛家絕 如果你的溫度 如果你的壓力和溫度都是固定的話 那體積就會正比於粒子數 體積就會正比於粒子數 體積會正比於粒子數 這個其實是一個蠻驚人的 蠻驚人的 一個 它原本是一個假書 雅佛家絕 雅佛家德羅 以前有一些書會寫雅佛家德羅 那 它是說同溫同壓同體積 同溫同壓同體積 同溫同壓同體積 總氣體 含有相同的粒子數 這個以前老師在高中的時候就直接背起來 就像各位一樣 可是直到開始要介紹這個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 就成為老師然後介紹這種東西 還會發現說它真的是蠻神奇的 因為 既然是各種的 各種氣體 只要它溫度壓力和體積都是一樣的情況下 那既然它的粒子數會一樣多 不管你是什麼 你是那個氫氣還是氦氣 還是那個氦乃氧克仙冬 冬氣那個原子量很大的 還是說 屁 那個放屁的屁 都只要是各種氣體 同溫同壓同體積就會有相同粒子數 它跟氣體種類既然沒有關係 好神奇 一開始這只是一個假說 它實際上是從實驗上去想像出來的 因為這個歷史 蠻有趣的 但是 老師以後要講 可能要準備一下 因為它其實有一些邏輯的推理 也許我曾經有打過一篇文章 我之後再把它放到佛洛卡詞 那各位可以自己去參考 如果你對化學有興趣的話 這是一個化學的發展歷史 從道爾吞發現定比定律 背比定律 然後到亞伯佳絕 提出亞伯佳絕的假說 然後後來又有一個叫做 我突然忘記他叫做的名字 有一個人幫亞伯佳絕發表 那 那 應該不是給李薩克 現在是另外一位 那最後呢 就發現了 我們用例子的觀點 來介紹化學反應 會是很方便 所以用化學式 來描述那個化學反應 就比較方便 然後 大家也慢慢的 可是這個化學式 它的背後的基礎是原子論 就是說 物質是有最小單位 有最小的單位的地質 那 可是這些其實都是想像 沒有人真的親眼看到原子分子 直到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以後 布朗運動 布朗運動 就是那個花粉的碎片 在水裡面會亂跑 那個布朗運動 被愛因斯坦算出來 他的運動軌跡 然後才間接的證實說 好像是真的是因為有水分子 然後直到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以後 二十世紀以後 才有電子顯微鏡去看到原子 所以 亞佛嘉爵的理論 突然 他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其實一開始是很難去證實的 因為那個粒子那麼小 誰有辦法去 誰有辦法去看得到 所以一開始是叫做假說 但是從化學 化學的方面 你如果把化學反應看成是粒子 粒子在那邊結合 或分開 那就會很方便的處理 可是那只是方便 但不代表說現實就真的是這樣 所以 廢話不多說 我之後再把一個文章 放到網路上 放到Google卡 所以總之呢 這幾個 就是 波葉 壓力乘上體積 是定值 定溫 情況下壓力乘體積是定值 定壓 定容的話 壓力和溫度是乘正比 定壓的話 體積和壓力 體積和溫度成正比 然後最後一個 同溫同壓同體積 的時候 各種氣體有相同粒子數 那就是 那就是 同溫 同壓的時候 你的體積越大 粒子數越多 所以最後就可以把它全部合併 變成各位熟悉的 PV.NRT 好 所以呢 就是 PV.NRT 成為定值 然後呢 P正比於T V正比於T 那其實就是 PV正比於T 這個其實就已經是波葉爾定律了 如果你把格里薩克和查理結合 那就是 PV正比於T 那 你如果固定T 那就是波葉爾定律 然後最後再加上雅弗加絕的 穆爾數代表粒子數 穆爾數代表粒子數的話 體積越多 穆爾數越多 那這兩個再合併 最後就變成PV.NRT PV正比於NT 那要寫成等號 就會差一個常數 寫成等號就差一個常數 就是R倍 就是R倍 這樣子 那最後 這個R就要真的去算才知道 真的要去實驗才知道 就是我們在科學或物理或化學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有定義帕斯卡 有定義立方公尺 立方公尺就是我們平常要量東西 隨便定一個東西叫一公尺 然後立方公尺就是一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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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立方體 然後帕斯卡又是用牛頓去處理平方公尺 然後穆爾數啊 然後溫度啊 這些都是從別的地方定義的 那最後你只要再把這些單位之間 你把數據 測量數據帶進去 你就可以算出 究竟這個R是多少 數值是多少 所以R呢 它可以寫成 你要怎麼得到R呢 那就是 N 莫爾數乘上P 然後分支PV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174頁的計算 各位化學課有沒有學過標準狀況 有的話就請你說有或是沒有 或是沒印象 STP STP是什麼意思 Standard temperature 然後pressure 其實我也不知道 temperature 然後pressure 是嗎 這個標準狀況就是用來定出理想氣體常數啦 標準狀況就是 S 我忘記它是什麼的縮寫 STP 發學課有沒有學 在這個標準狀況底下的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 一末耳 一大氣壓 一末耳 一大氣壓 溫度是多少 有沒有人記得 溫度 標準狀況 它是 溫度 一大氣壓 然後溫度多少 一末耳的情況下 體積是多少 不是有一個數字嗎 有回答可以加分喔 0度C 0度C 那是0度C 但是我們要的是 我們要用PV等NRT 這種都是要帶 克爾文 所以是 273 K 本來是0.15 但是 在我們高中計算就是273 25 25 25.4 那個是 室溫 那個是叫做NTP 跟STP 不一樣 化學課真的有學過嗎 STP 標準狀況 有嗎 有啊 那你們沒有背喔 如果在 如果在 一大氣壓 一末耳 零度C 的情況下 的體積是 22.4公升 有沒有印象 22.4升 那我們把這些數字帶進去 就知道R了 所以這個R 就會是等於 一大氣壓 乘上 體積22.4 公升 然後再去除上 一末 然後再去乘上 273 OK 那這樣子的話 22.4 除以273 的話 大約會是 8 這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大約會是 會是8 那算出來是0.082 這是各位化學課熟悉的 0.082 然後 A T M 乘於L 然後底下的話是 Mor 乘於 溫度K 可是這個是化學熟悉的 我們物理呢 就要用帕斯卡 這是我們的壓力 就用帕斯卡 體積要用立方公尺 底下的 Mor和K還是保留 那 記不記得昨天我們有抄在這邊 這個 一大氣壓是多少帕斯卡 各位可以留言嗎 一大氣壓是多少帕斯卡 大約 只要按著手機響起來喔 一大氣壓是多少帕斯卡 昨天我們有算 不知道嗎 一大氣壓 或我們是大氣壓力啊 對沒錯啦 就是 101300帕 101300帕 所以 這個ATM 你要換成帕斯卡 就是1013 然後 在乘上L 我們這邊稍微做一下計算 我們這邊稍微做一下計算 就是10的1千分之一 立方公尺 一公升的水量 一公升 公升是體積對不對 我們 那個寶特瓶是600毫升 那是它的體積 你可以拿來裝可樂 裝水裝空氣 反正它就是600毫升 那 600毫升就是0.6公升 所以其實一公升大概是這麼大而已 一千CC 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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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CC 一千毫升就是一公升 可是一立方公尺是 一百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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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嘛 那就是 十公分一百公分差十倍啊 那再乘上三次方倍 所以就變一千倍 所以這個 一公升其實就是 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然後百帕 這裡我們就可以寫成 一零一三 然後乘以十的二次方 然後帕就給它寫成牛頓 除以平方公尺 然後這邊一公升我們剛剛說是 十的負三次方 立方公尺 那你這裡是二 然後負三 所以是負一 所以這裡 右邊會是一零一 點三 然後這裡二次方 這裡三次方 最後變成剩下 牛頓去乘上一個公尺 那牛頓乘公尺呢 有點像做公 有點像那個 立乘上位移 它其實就是做公 所以這兩個 其實就是交耳 所以 一零一三百帕 去乘上 一公升 它是 一百零一點三交耳 這個單位換算 變成一百零一點三交耳 那 那左邊這裡是一 一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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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氣壓 乘一公升 就可以換成 101.3焦耳 ATM乘1公升 可以换成101.3焦耳 所以这边分母 分母变成分子 分子变成了22.4 去乘上101.3 然后变成焦耳 分子还是一样 分子还是一样 那差异就只差在 我们刚刚分子的地方 没有乘上101.3而已 刚刚这个0.082的 它的分子的地方是 一大气压乘上一公升 那这边我们把它换焦耳的话 就变成要再乘上101.3 这个乘出来呢 就是我们物理里面会用的R 物理里面会用的理想气体常数是 把0.082再乘上101.3 它会是大约8.31 那8.31单位是分子焦耳 分母 莫尔K 这样子 那在下一个章节呢 我们下一个章节是这会把压力 用分子粒子的碰撞来解释 那时候我们就会专注于一颗粒子的情况 那我们就不会说 是美莫尔的情况 到这边还可以吗 各位 一直感进度的感觉 我其实不用那么感 如果可以 你就可以回答一下 谢谢 这个 莫尔 它在分母 那就是美莫尔 的意思 美莫尔 然后美度 会有多少焦耳 那如果你把莫尔 数字带进去 就是6乘以10的23次方 带进去的话 它会变成是 它会变成是分母 还要多一个6乘以10的23次方 然后 单位就只剩下 莫尔不见了 剩下焦耳处理 温度 焦耳处理 克尔文 那这个处一处 会是 会是 我突然忘记了 等一下 奇怪 抱歉 我翻一下小抄 1.38 1.38 它会是 1.38 去乘以10的 这个8.31除以6 大概是1.38 然后 这一时的 负23次方 然后 焦耳 除以 OK 这两个是物理会用到的 上面这个是化学比较常用 差异在上面这个上面它没有管说你是你要用那个牛顿帕斯卡立方公尺它上面这个没有管 那下面就是你把牛顿你把这个ATM换成1013百帕然后再换算最后会变成牛顿成公尺变焦耳那会变101.3 所以等于是0.082乘101.3得到这个8.31 那如果你再把莫尔数除下去就会得到1.38 死的负23次方 这个是有这个是有除莫尔数的所以它有点像是专注于每颗粒子 那这个的话是专注于每颗粒子 所以 理想机体常数就介绍完了 那我们 其实可以做题目了 你会发现第四章总共的范例 包含是直一式之二只有四题 所以 蛮少的 你如果想要 熟悉它你可能要多做马上练习 还有后面的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一 范例一其实就是 刚刚擦掉的定容气体温度计啊 早知道我刚刚应该要顺便讲范例一才对 坏坏坏 怎么坏坏 我看不懂 好这个定容气体温度计在176页 那在27度一大气压 未加热时 两个水面等高 然后 加热到某个温度时 Q和P的高度差为 19 它有固定 它有固定这个P 我各位自己看一下那张图 它说它有固定高度 是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我们刚刚就说 它会先压下来 这个升上去 可是我们要定容 这个定容气体温度计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灌水银 或者把这整个拉高 让它又回到原来的高度 因为你这些灌水银的话 压力增加了 就可以把这里的膨胀的气体压回去 所以最后变成有一个Q' Q' 这是最后的 这整段 插了19公分 这边应该要先插掉 才会等它干 19公分是后来的高度差 那这个19公分水银柱 19公分水银柱就是 可以代表压力 所以 一开始是 日温嘛 27度的时候 27度C 然后一大气压的情况下呢 它的 PQ 等高 那等高的意思 其实就是代表 它的 容气的压力 其实就是一大气压 这里面 它有 我应该把这个P写小写 这样才不会跟我们的压力搞混 这个意思就是 等高的意思就是 一开始的P 就等于 ATM 然后接下来加热到某个度C的时候 T度C的时候 然后它还是维持等高 可是差了19 所以 P' P'应该是 原本的P再加 19 所以是76 公分 再加19 公分 的 水银柱 这样子 那 因为体积一样 你可以用PV等于NRT PV等于NR 然后一开始是 27度C就是300K 可以300 然后再来 P' 乘上V 也会等于NR 这时候就是T 这两个一笔 你给它相除 相除以后 因为它是定容 所以定容体积都一样 木耳术也没有变 它没有露出来或加入 所以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 76公分 这是原本的 拱柱 那再去除上 后来的 716加19 95 95 拱数 然后就会等于300 比上 我们要的温度 加273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算出来 直接告诉各位答案 T是大约102 如果你都有跟老师打过招呼了 你就可以离开了